它下落的过程中我们开散 利用它的滑翔控制性能 能够把原来30到90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可以把它缩小到比较小 降到指定的地方去 着陆区我们可以弄成着陆床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加上缓冲 就像床垫上一样 是完全可以实现无损回收的 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已经具备四吨级这个助队器的回收能力 长三椅 长三柄 还有长二F助队器 我们都能回收 今明两年还要进行两次助推的打载 整流罩还要进行两次打载 如果都没有问题 这个就完成了叫设计定型 电视频提供的电视频 最后一切都能回收到 进行两次打载 在这边的电视频上 这边是大队的电视频 就像一样的电视频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